8.让人震惊的汽车去世 兜风 在沙特阿拉伯经常能看到这样壮观的景象 这是属于沙特阿拉伯人独特的兜风方式 他们认为能让汽车用两个轮子行驶的人 驾驶技术十分高超 一般来说 汽车上还会坐着几个不老实的同伴 他们或趴或坐在车身上 或者把两条腿从车窗中伸出来 有时候还能看到有人坐在汽车上换轮胎 他们好像一点都不担心会受伤 割草机 英国特技车手杰西卡驾驶一辆本田割草机 打破了割草机的世界纪录 他驾驶割草机平均每行驶100公里 只需要3.9秒 这辆割草机之所以能有如此良好的性能 全都归功于本田的发动机 虽然这辆割草机是用来参加比赛的 但是它的割草能力依然是一流的 划水赛车 这绝对是你没见过的赛车运动 欧洲北方人会用这种划水的方式赛车 驾驶员需要驾驶着越野车冲进水中 然后在水面上持续行驶 汽车内配备了大量氮气 为汽车提供足够强的动力 这时候汽车就会像石子一样在水面上打水漂 目前这项比赛的世界纪录是305米 当时这辆车的时速为87公里 发射保龄球 当把保龄球和汽车结合在一起 会有什么奇妙的化学反应呢 职业保龄球手和职业赛车手组成了一个奇怪的组合 保龄球手坐在一辆时速为225公里的赛车中 在看到瓶子的瞬间扔出保龄球 保龄球以极快的速度打到了终点线上的所有瓶子 正常情况下 保龄球的滚动速度只能达到每小时29千米 但是当保龄球从汽车上出发时 它的速度达到了每小时225千米 这是世界上滚动速度最快的保龄球 特技表演 特技车手特里格雷特 想要利用量产销售的汽车完成特技表演 此次表演的主题是反重力特技 这样的话需要先在汽车内加入一些保护司机安全的设施 毕竟我们平时开的汽车与特技表演所需要的汽车 在性能形状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 特里格雷特利用捷豹汽车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训练后 撤掉了保护用的垫子 来到了特技专用跑道 他驾驶着一辆红色捷豹汽车 在空中翻转了270度 并安全降落在15米后的坡道上 整个过程只用了2秒钟 倒着开车 我们平时开车很少有需要倒车的情况 倒车时 司机并不能直接从玻璃中看到后面的情况 出现危险情况的可能更大 但是有些人就是很喜欢挑战自己 他们喜欢倒着在马路上开车 印度有一名男子 自从2003年以来 他就一直倒着开车 而且他倒车的速度达到了每小时80公里 不过不用担心他被交警抓走 因为他早已申请了一张特别许可证 他可以合法的在马路上倒着行驶 技术高超的司机 你一定经常能见到那种锋利发电的大风扇吧 那些风扇的叶片都是拆下来运输的 每个叶片长度超过100米 重达12吨 只能通过专门的拖车运输 这些司机常常要把叶片运送至偏僻的村庄中 村庄的道路十分狭窄 对于这种大型拖车 以及这个长城的叶片来说十分不友好 但是那些拖车司机 并没有被这些难走的街道难受 他们一次又一次成功到达了目的地 并且汽车上的叶片没有一点损坏 在这种情况下的司机 就好比在手术台上的医生一样 小心翼翼 文准狠地用双手操作着一切 十分优秀 乐于助人的司机 澳大利亚一家商店的仓库中 一辆白色的面包车正在卸货 这时一辆红色的小轿车 停在了白色面包车的旁边 车上的人迅速把面包车旁边的货物 放入红色小轿车内 面包车上的人发现之后连忙大喊 周围的插车司机们看到这一幕后 都开始排兵布阵 把这辆红色的小轿车堵在了仓库内 在那一刻 这些插车司机像是惩恶扬善的江湖侠士一样 让人尊敬